朋友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高面人 這場比賽是KOTD5冠軍賽 對手是VIPER對上Hila 哇 這次比賽也來到了尾聲 通常沙漠之王這個系列賽 只要誰拿到冠軍 通常就會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單挑之王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這場比賽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一開始城鎮中心會提供115 長槍兵系跟毛兵系移動速度提升10% 可以讓他在封建時代的時候移動速度超級快 而且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還可以再點這個金冠 塔盾技術 可以讓槍兵系跟毛兵遠程護甲加2 所以他的帝王時代的戰毛兵遠方可以高達10 強無射一發只有一滴血 超級坦 那最重要的是立陶宛人是沒撿一個聖物 可以讓他騎士跟立體士攻擊力都各加1 最高可以加4攻 所以他後期如果出有效可以到22攻 印象中 立體士的話攻擊也會非常高 那雖然他可以打波蘭伊奇兵 但是他有一個弱點 就是他的波蘭伊奇兵只有2攻而已 是沒有3攻的 因為他的這個聖物加持是沒辦法吃到肉 所以是玩立陶宛人需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高免人 高免人的話的玩法比較偏向於 城堡時代打強軍司機博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到了帝王時代是沒有火炮可以用的 而且也只有縱裝騎士 那騎兵線用起來算是中規中矩 不會太強不會太弱 那也可以打一些大象也比較適合他一點 畢竟他銀貫是這個象牙劍 攻擊力可以加3 而且移動速度還加10% 那高免人在團戰也比較蠻常出現的 因為他這個防止可以躲在 讓村民躲在裡面 所以比較不容易被擊殺村民 打團戰啊像什麼遊牧啊之類的 地方的時候這個防止躲村民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而且很好用的一個能力 因為他這個農田還是一次元農田 農夫不需要把這個肉放到模仿或承認中心裡面 就可以立即採收食物 非常的好用 而且他也不用解鎖建築物就會直接生死蛋 這就意味著他不用蓋兵工廠不用蓋市集 不用蓋這些馬舅之類的 甚至模仿啊 如果是伐木場之類的都不用 直接下 直接下只要有資源夠 然後直接把這個時代升上去就沒問題了 那高米的玩法還算是比較 算偏打前期的 後期真的是有點弱了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選擇 先來看一下地圖好了 那地圖來說 HELA這邊看起來是比較慘的 這個金黃怎麼在前面啊 正中心 那還好這邊是偏高地 這邊差一個高地建塔 其實也蠻不錯 好那這邊趕路趕得非常早 那果子在上方 那來看一下 Viper Viper的話是黃金 在後面果子在前面 那木區只有兩片 怎麼感覺兩邊的地圖都挺爛的 那HELA感覺好一點點 因為他這邊還有第三塊木區 那圍起來來的話 那要圍起來的話 感覺是比Viper還要輕鬆一點 好直接這邊拉一條 然後這邊再拉個一條 然後上方這邊 再直接拉一條 然後這邊再圍死 輕鬆就可以守住後方大片的資源點 這邊直接打一個殘...沒有織布的村民 有機率性直接收掉嗎 哎唷 但是高面可以收村 收到房子裡面 有沒有 那就是為什麼高面的房子都要蓋在這個資源點附近 即使躲到房子裡面是相當好用的 黑拉也打得非常冷靜 這一次抽名被打了幾下 趕路也沒有被... 溜回去 直接還是推到TC附近 開吃 那目前看起來黑拉的地圖分數 至少有幾個 60分以上 那Viper這邊則是只有兩篇木區 超爛 它的地圖 我評估大概只有30分至40分而已 那為什麼還有30分 原因是因為它的金荒在後面 相對來說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但是它要這樣圍的話 肯定是要比黑拉投資更多的資源 不管它是要這樣子圍啊 圍到底 或是這樣圍 直接圍 再這樣子圍 不管怎麼圍 都是要比黑拉還要多資源的 好 這邊Viper點下了軍營 那這邊上村民的速度 封建時代的村民是比較早的 17村對18村 看來Viper也在比賽之中調整自己的策略 也是要來打一個極限封建 高速上封建的一個打法 但這邊感覺黑拉還是比較熟悉一點 直接17匹就上了 那有人會說 這些高手們到底怎麼那麼早上到封建時代呢 那告訴大家一個小技巧 就是這個 你的羊不要吃太多 你要越早 看到第一頭豬的時候就直接拉過來 羊就不要吃了 盡可能第一頭羊吃完之後就不要再吃羊了 然後第二頭羊吃羊之後 第二頭的動物就是你要吃這個豬啊 犀牛大象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要瘋狂趕落 你一直吃的東西都是野生動物的肉 而不是這個訓養的肉 因為訓養的肉跟野生動物的肉的採集速度是不一樣的 那升到封建時代之後再開去吃果子 因為以往的我們配置都是早期 就開一下這個果子去 直接慢慢吃果 然後吃到封建時代 那黑拉這邊打法就是早期把野生動物全部吃乾 然後再去吃這些野生動物 這樣死物採集量就會非常快 好 那BIPER這邊打一個弱馬開局 但黑拉果然是這樣子 早早就直接圍下了自己的防守區域 輕鬆圍沒什麼壓力 那一樣是打刺 那這邊打刺後黑拉的優勢就非常大 因為BIPER這邊防守是非常難守的 那這邊BIPER防守圍得很漂亮 這邊圍一個小區域的 蓋了一個城門 那果子在這邊的話 需要一些槍兵在這邊防守會比較好 好 兩隻刺猴來到了黑拉家的門口 但這邊感覺是不太容易打到東西的 這個刺猴一直往BIPER回家裡送 上前硬追 好 三隻刺猴 等一下 這個是BIPER的路嗎 不是吧 這個路沒那麼遠吧 他應該路吃完了吧 這個應該是中間野生動物的路 刺猴互追 但不敢打 現在BIPER的血量沒有那麼多 好 三隻血量 噢 撲到我五隻 那BIPER在上一把比賽的時候 是打一個封建三隻肉馬 騙BIPER暴兵 那這次他真紮紮實實了 開始在暴兵了 變成他知道BIPER這邊地形不太好 這邊打一堆肉馬 可能是有機會 撲到一些村民的 這邊直接做個攔截 再次相遇 感覺可以收掉一隻殘血的 好 但沒關係 不要繼續追 這個不要深追 好 槍兵過來稍微打一下 這邊是死路嗎 這邊是死路嗎 這裡有洞嗎 沒洞 哇 槍兵直接再戳一下 黑雅這邊直接死了一隻 刺猴 喔 兩隻 哇 這一波前壓BIPER非常賺 好 第二隻刺猴在下方 直接再做一個探索的動作 好 這邊補下非常多的農田 直接開農 好 黑雅這邊肉馬還在出喔 哇靠 一直出一直爽 那這邊的話 BIPER就會有點優勢了 雖然軍事上沒有優勢 但是至少自己農田 已經早早補下這麼多片田 很有可能BIPER這邊會比較早上到城堡時代 但是高明這邊有一次的農田的關係 肉量或許輸得更快一些 所以還不好說 即使他出這麼多肉馬 還是有可能的 可以很快就上到城堡時代 好 好 BIPER這邊準備要來挖金礦 肉量來到了500 那 喔 這是HEYLA 好 BIPER這邊也是500肉 哇 真的是兩個差不多耶 這就是高明的農田威力嗎 明明BIPER肉馬出這麼少 好 那這邊HEYLA少說出了大概7到8隻的肉馬 應該是7隻啦 死了兩隻肉馬而已 好 BIPER只出了三隻 還四隻的樣子吧 好 應該是兩隻吧 還原本的一隻 好 這邊槍兵 看到 防守 這邊槍兵不要走掉 繼續守這個位置就好 其他位置不太需要槍兵守 好 這裡補個冰宮廠 準備來升城堡時代 好 這個冰宮廠一號 村民一出來 就可以點了 這邊收村 稍微射一下 並不是烏 可是要剛剛 設這些肉馬的關係 好 好 神豪封堅 城堡時代點下 哇 這邊肉馬出招這麼多 6隻 還在按 6隻 7隻 8隻 哇 這要打一個 輕騎兵升級了 那BIPER這邊要思考的是 他接下來要打肉馬嗎 好 還是要繼續 存顯資源打騎士呢 好 現在肉馬數量夠多 7隻 好 這邊槍兵直接全部 拉到正面 如果對方沒有跑 就有機會可以打一下 當然黑亞肯定是會控兵的 好 這邊把槍兵引開 再繞到後方 但是後方還是有兩隻槍兵在做防守 好 高地槍兵 讓黑亞還是有點壓力 好 這邊4隻獅頭前去 但是被黑亞看到 這隻獅頭 但家裡早就早早圍死了 圍得非常簡單 輕鬆圍 BIPER地圖真的是偏懶 這個怎麼圍都不好圍 好 BIPER頂下的品種 但不得不說 BIPER這次遇到的黑亞 黑亞真的是進步蠻多的 之前我在黑亞的影片也有說到 黑亞真的是有可能這次會拿下冠軍 我真的覺得他實力跟以前比起來 已經變得更彈性一點了 不再是只有單一打法的黑亞了 真的是變強了很多 好 這邊槍兵直接戳一下 好 兩隻槍兵過來支援 你們能騙到黑亞嗎 沒有辦法 黑亞還是有在控兵的 那個前線在幹嘛 伺候都有在看到 這邊直接回頭打長槍兵 把殘險拉走 這邊打得非常好 細節操作 看哪一隻槍兵再出哪隻洛馬 就把那隻洛馬給拉走 讓自己洛馬的血量比較平均一點 來到數量11隻 這邊輕騎兵一升 待會這邊輕騎兵給的傷會非常大 哇 還點下異攻 細節細節 你看他沒有先點異防 這就是我說的 兩邊都打洛馬的情況下 兩邊都是精戰單位 要先升攻擊而不是防禦 因為通常大家打洛馬 或者是打這個裝甲步兵的時候 都會先優先升防禦 這是很正常一件事情 但是兩邊都是打騎士的情況下 數量1多 攻擊力是大於防禦力的 這邊直接維持 直接中TC 要硬吃嗎 但是後面有槍兵喔 這邊硬打不太好 MAP直接到後方也是升好輕騎兵 這邊槍兵直接上前一戳 4隻槍兵直接被換掉 哇 11隻洛馬換掉4隻槍兵 其他的洛馬都殘血 這裡轉出了一些騎士 這邊僧侶會有點害怕喔 因為輕騎兵是有抗招想能力的 僧侶被輕騎兵打 只要被打個兩下就死了吧 對 那如果升級這個神聖思想 就可以變成45DC 可以扛三刀 這邊先脫了一個聖物 OK 立陶宛就是要撿聖物啊 不能要幹嘛 對不對 趕快早早撿下聖物喔 只要撿到兩顆聖物 基本上就不虧了 就等於是三攻的概念 這時候黑拉意識到 自己要趕快去攔截Viper的聖率才對喔 趕快去把這些 這個聖物的地區喔 放一些伺候才對喔 但這裡並沒有攔截到 上方這邊騎士開始追逐 好 黑拉直接繽紛三路 繽紛三路 結果是Viper丟失了一隊 兩個隊 最後一隊在追擊 這邊撿到了聖物趕快走 這邊蓋這個TC能蓋起來嗎 這裡有一隻村民外露 好 尷尬尷尬 這一村可能很難收 哇 死去 刺猴直接擋住了村民的虛弱 好 但這個聖物應該是可以拿回家 沒有問題 離自己家裡非常近了 哇 賣盆拿到兩個聖物 還有可能會輸嗎 第三個聖物在中間這個位置 要爭奪起來可能會有點困難 好 那黑拉這邊有開農嗎 看一下喔 好 2TC開農 稍微出兵 好 Viper這邊也是2TC 好 3TC喔 哇 Viper依舊不改他的風格 就是要開農 世界最會農的男人 Viper 好 這邊三隻僧侶 可以走一起 去撿第三個聖物 右上角這個聖物已經被黑拉撿了起來 要是能拿到第三個的話 立陶寒就直接加三攻 優勢是非常巨大的 好 聖女照一下 清奇兵 數量金 在家裡 想要補血 回到家裡補血 好 撿了聖物趕快拿了就走 後面這次清奇兵繼續偵查 看一下 有沒有在農 打下看一下會打到殘血的村民 但沒有 直接送到自己清奇兵 這邊清奇兵也是過來探查 這邊想要來直接硬抓這邊的僧侶 兩刀死一隻 僧侶直接倒地 好 第三隻僧侶應該是可以把聖物送到附近 但應該也是要掛掉了 直接暴斃 好 這邊躲一下箭矢 還是縮回去 但聖物離家裡這麼近了 三攻是必然的結果 但Viper這邊也是反擊掉了 這隻僧侶 所以對方的僧侶還是要拘捕這個聖物才行 好 Viper現在有攻擊以上的優勢 二攻加成 好 直接硬騎 這邊騎士 騎士可能要兩隻都死了 Nice Viper這邊夾擊夾得不錯 這邊打的也是非常漂亮的 清奇兵到處繞 已經殺四隻僧侶了 OK 那這邊還可以再賺個一村 唉唷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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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er也是被打到有點 慌慌的感覺 看這邊收春收的有點 驚慌失措 其實不應該這樣收的 你看這樣收春去 又沒這個工作了 好 現在一定要控兵了 好 然後有點卡人扣 好 那聰明術目前是黑亞領先七村 這裡補下均銀 好 然後轉長槍兵路線 好 那高兵槍兵路線是不錯的 好 這邊直接前線開砍 不是吧 沒事沒事 它這個顯示有時候怪怪的 我想說槍兵怎麼不能升級 怎麼是XX 它這個內建怪怪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槍兵路線沒有三防 但是有疾兵喔 因為我覺得認為喔 槍兵這個單位喔 不要像圍巾那種布兵文明喔 明明是布兵文明 卻沒有疾兵 就會很尷尬 像高明有疾兵喔 但是沒有三防 但我就覺得也能接受 雖然被對方的戰毛兵打會很痛 但至少有疾兵這個科技喔 只好對方打對方的駱駝啊 或是騎士喔 殺傷力還是足夠的 畢竟進防多 真的三防的話 三防的話 是只會加一點的進防 跟二點遠防 對上對方的遊俠 或是近戰單位的騎兵來說 是相當好用的 這村民集結點怎麼射的怪怪的 好像這幾場比賽 如果出現一些小小的失誤 這邊直接是要出去蓋哨戰 兩隻拉了回家 這邊森女大隊來了 森女數量來到7隻 但是VIPER這邊依舊有三個聖物的優勢 這個村民直接被塗掉 村民處目前拉近 VIPER霸四村 HEA也是霸四村 兩邊是持平數量 HEA這邊轉出了盾望牆壁一定的數量 在森女大戰互打的時候 森女第一先要招對方騎士 不要招對方槍兵 能招騎士就招騎士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邊有點神聖思想 直接兩隻殘血森女 跑到TC裡面 這邊招到了一隻騎士 正面直接互打 上面老頭直接開招 但是已經損失非常大的數量 LIPER用少量的新血兵 直接把對方老婆全部收光 但自己城堡可能蓋不太起來 而且對方好重裝長槍兵跟騎士的關係 這棟城堡要建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這邊要直接築城戰法一下 但是重裝長槍兵依舊 戳了上來 哇這根城堡 讓VIPER經濟受到了非常大的傷害 VIPER的村民處雖然沒有下降非常多 但是這邊收村跟蓋城堡的村民 還是受到了傷害 這邊應該的結果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但是 蓋不起來我的天 我就知道 喔唷 VIPER這個太慘了 好可以了可以蓋可以蓋 我剛剛想說 剩一村 這個 哇 VIPER的村民變成九十一村喔 好那 黑拉這邊外廟開出了 野外堡 這個堡完全守不到任何的資源 只有木頭 這個蠻針對性的 黑拉已經早就點下帝王時代了 就要用使用 這應該是使用 要打這個樹地巨頭開菜的路線 VIPER這邊可能會開出第四個TC喔 導致上帝王時代時間更晚一些些喔 果然 第四個TC 哇 黑拉眼睛摸透了VIPER的骨質力喔 在想什麼 好 這邊開一下 第三個TC 在外面的這個地方 好 10TC也補下 怎麼感覺VIPER打得非常劣勢啊 好 比米一樣都4TC開 好 第四個世代還輸了快50% 可能是剛剛這一邊打架的關係吧 好 再加上高米有這個1次元農田喔 那他肉量或許非常多 好 那黑拉這邊開始集結冰軍隊 這邊待會要打什麼戰術呢 高米也冷的話 巨型頭司機配戰象嘛 但現在我出重裝長槍兵的情況下 感覺出戰象不太好 不然就是直接打這個重裝騎士了 成出重裝騎士對高米來說算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轉出一些獵提斯 這邊直接雙寶 然後蓋一個馬舊 這雙寶的意圖蠻明顯的 就是我要出雙寶出巨頭 直接正面一拆 你家 那VIPER可以用一些兵稍微繞一下後面 看可不可以打到一些村民 好 現在獵提斯攻擊是13加4 這邊到處抄哨戰 要讓VIPER的行動線 黑拉想要掌握清楚 那哨戰這樣拆的好處就是 移入到這個路上 就會被阻止 然後就會被 被發現 這個VIPER這邊有點被掌握住行動線了 好 巨頭司機出來了 OK 升到地龍斯丹 正面槍兵加騎士的路線 但對方疾病已經升級好 你看這疾病戳騎士多痛啊 雖然防禦很爛 但是還是有這個疾病的效果 戳裂提斯效果也是一擊棒 低打高 攻擊力還是可以打高 打到30幾滴血 哎呀哎呀哎呀 這邊中間直接殺進去 但VIPER這邊大部分都是跟對方軍隊在應戰 並沒有傷到對方的經濟 黑拉這邊經濟基本上沒有受到殺了 好 雙巨頭開始拆 第三台也補下 好 更多的清洗兵走路過來 這邊要拆巨頭也很簡單 原來VIPER後面沒有強槍兵 這邊應修 感覺修不回來 選擇要先修城堡 好 城堡出來的這個巨頭司機 可能又要再送掉了 欸 但這裡沒有DCN打 直接選擇繞跑 好 但是巨頭司機已經有三台了 喔 四巨頭了 完蛋 四巨頭絕對守不住 拆光 好 好 VIPER現在巨頭司機 數量又有劣勢了 但立陶宛現在有這個疾病 但一樣跟對手一樣沒有 三防 近戰三防是沒有的 好 這邊不小心沒空好 送了一些列提斯 我覺得VIPER這邊可能要轉一些 那些 戰矛護火槍之類的東西吧 這感覺 哇 靠白婆是不是直接倒光了 呵呵 欸 這個 我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個立陶宛 這樣子打 尷尬 真是尷尬 黑牙這邊打的確實很漂亮 這不可否認 黑牙打的真是nice 好 直接把修道魚裡面遺跡給打噴 現在出騎士也沒有優勢了 反正是對方 高敏現在弱量非常多 一吃遠農田 瘋狂產重量騎士 第一出果然是高敏拿到非常多的優勢喔 這個弱量非常誇張 但是如果VIPER可以撐到地後 大後期的話 那就還有機會 那就要看VIPER能不能頂住這一波的 巨頭開拆 那黑牙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撿聖物喔 聖物趕快撿走 就有機會喔 讓對方沒辦法打後期 目標就是撿聖物 什麼都不管 就是想撿聖物 還是被戳死 當然更多巨頭石精過來 當然高敏的肉量開始在爆了 肉量非常多 瘋狂補兵 還有補村民到前線 現在巨頭石精瘋狂開拆 四巨頭又要把TC給拆爆了 雖然現在VIPER已經轉出了大量的擊兵 但這個擊兵非常的爛 唉 沒有三防也沒有三攻 這個擊兵比對方高敏還更差 人家高敏還有三攻可以用 但你沒有阿VIPER 轉個化學吧 出個火香兵 可能會好一點 或是轉個戰毛兵之類的 好這邊開打對方擊兵 拿到非常大的優勢 這邊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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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十000圀 다는$9 MIP可能要適時的把這個生物往後撿 這個生物只撿到一個往後 可以拿一隻生女撿走了一個生物 MIP可能會輸掉這場比賽 4巨頭還沒有爆 已經有大片農田跟城堡TC直接沒了 這就是為什麼一定要堅持修城堡原因 城堡一沒有了完全沒有防線 對方就可以想攻擊拿就攻擊拿 MIP這邊打錯了拒絕 果然最後的結局是這樣子 因為你立陶宛打擊兵的話 一定是打不贏高敏這個擊兵配重裝騎士的一個打法 你光擊兵就輸對方了 更何況是重裝騎士的部分 重裝騎士人家是可以全滿的 三攻三防都有 而且他的肉量就是1次元農田 感覺MIP在這邊 策略上是不是出了一點問題我在想 烈提斯想要出的想法我能理解 但是前面城堡 總覺得是HERA這個戰術更略勝一籌 這個前線雙堡開巨型投石機 然後之後再立第三洞 直接瘋狂產這個巨頭 產完巨頭之後開始大爆兵 直接潛壓一波 後面順利直接招爆你的烈提斯 烈提斯變成HERA之後 直接隨便亂打 然後再補下重防騎士 更多擊兵三攻二防全部補下 然後直接前推一波 反正沒有城堡KTC 這個級兵就可以一直全部亂戳一波 反正一直戳對他一直是有利的 因為立陶宛這邊要轉出火箱 還需要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但這邊打實在太突然了 HERA完全讓VIPER沒有機會 可以轉出火箱 直接打出了GG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是HERA這邊全勝 食物贏的快6000 你們看看高敏的異次元農田 跟鬼一樣 木材也是 木材也是贏蠻多的 其他資源也是小生一些 石頭還贏了1000 HERA這邊上時代又是非常早 8分半就上到封建時代了 但這次是VIPER優先上到城堡時代 然後電王時代反而又是HERA 風回入轉 也是因為HERA升到封建時代之後 打了非常多次 雖然VIPER封建時代 刺頭有打出點優勢 但到了帝王時代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列提斯的策略 對上級兵真的沒那麼好 可能還是要及時忍出戰毛兵 來擋住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